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北溪二号一号二号爆炸的事件 他的意思就是说太机密了 太机密了 而且他拒绝丹麦跟德国合作 他完全拒绝 那他就是讲 他说安全性太高 完全拒绝 在有关对北溪调查的问题呢 俄罗斯呢要求介入 那瑞典跟丹麦全都拒绝 瑞典跟丹麦在后来时间里 申请加入北约 这是大家众所周知的 然后包括 那加入北约的概念就是 需要保护 对吧 怕俄罗斯占领他 那俄罗斯呢一直讲 那普京一直讲他不会 他不会这么去占领他 但是整个舆论的背景是这样 在今天 在北美的媒体当中 你很难看到有关讨论北溪 天然气广告是谁炸的 很难 很难看到这一面 没有人在讨论了 在这个在这种 利益被利益共同体的背景之下 其实是在意识形态的一个 共同的背景之下 人们在非常自觉的统一着思想 在中共的体制之下 是被那个体制所扼杀的 是外在 在西方的社会 意识形态 在一个自由 相对自由的范围当中 是自愿 全球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它是一种变相的说法 全球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概念 我给你举个例子 博弈考 周文王的长子 他战胜 他妖精无法诱惑他 达基把衣服脱了 对于他都没有用 他的琴弦都不乱 博弈考 一个柔弱的书生 但他是文王的长子 文王诠释了八卦 演绎出周易 有着一种神性接替的过程 所以文王的长子 博弈考 后来被杀了 然后做成肉饼 给他父亲吃了 在告诉今天的人 那本书告诉今天的人 一个凡夫俗子的人 博弈考是凡夫俗子 一个凡夫俗子的人 在他生命的延续的过程中 他的神性足以能够蔑视 在人的环境中 妖精鬼怪兽的任何诱惑 大家要明白 当时的达基是在寝宫 是把衣服脱了 诱惑他 要坐在他怀里 去学习弹琴 在达基将要被杀的时候 八百诸侯去观看 江子牙如何杀他的时候 八百诸侯全都不干 全要求糟老头子 你这个 江子牙你这个糟老头子 你爸这儿这么大一个花花姑娘 这么好的女人你给杀了 有多大本事你这个糟老头子 你怎么就会杀一个女人呢 江子牙根本不理他 一乐就把他给杀了 把杀了 所以叱咤风云的八百诸侯各居一方 全输了这只妖精 一个柔弱的博弈考 这只妖精却拿他无可奈何 从而转成恨 把他剁成肉饼 告诫今天所有的人 有朋友说 涛哥你老说肉 老说那点事 你就会这点事的 今天人就会这个 没有任何能力 和虚伪 你的掩盖跟虚伪 你的掩盖是虚伪 是因为 尚存了人的一点点理 就是道德 理仪 而不是神性 道理是一样的 在今天看到的所有故事都是这样 那瑞典解释了拒绝 他拒绝披露调查真相 这个故事 那他为什么拒绝 他为什么拒绝 如果他调查出来是普京炸的 你说他拒绝吗 如果调查出来是普京炸的 他能不跟德国分享吗 如果他调查出来完全是普京下的黑手 续谋已久的 他难道不跟丹麦共同呼吁 我即刻进入北约吗 真的很可怜 真的 我觉得非常可怜 所以我只是跟大家分享 我能看到的故事 所有这些东西在北美媒体当中 没有人报 我讲的是英文 更不用说中文了 对吧 更不用说中文了 台湾的媒体极其左派 极其左派 跟共青团差不多 路透社引用瑞典调查员报告 斯德哥尔摩拒绝德国丹麦合作 成立官方调查小组 调查北溪一号二号被炸 因为瑞典认为太敏感了 他已经发现内容太敏感了 根本无法与其他欧盟国家分享 为什么 他自己炸的 对吧 瑞典人自己炸的 那如果不是瑞典人炸的 那谁炸的 炸的 这是肯定的 谁炸的 在靠近丹麦水域 但是他靠近丹麦 但水域是瑞典的 欧洲 刑事司法合作机构的 欧洲司法组织最近提出提议 成立联合小组 来启动对北溪调查 而瑞典却直接阻止了欧盟 直接阻止了欧盟 刑事司法合作委员会 为什么 我们不用说谁炸的 我们就说反过来说 如果是俄罗斯炸的 他为什么要拒绝 实在难以启齿 对不对 无法张嘴 不知道该怎么讲 你看看谁 谁还去谴责 谴责这个 说西方社会 怀疑是俄罗斯炸 只有北美媒体 只有美国媒体 而美国媒体当中的 最有名的评论的 这个卡尔松完全是反对 那么说是扑接 说是拜登扎 都是故事了 参与调查的瑞典检察官 说这一事态的发展 给他国家带来了 无法 不必要的 无法 就是无法弄的一种义务 就是 他没法弄了 现在他妹妹无法弄了 因为调查中发现了一些资讯 是极其需要保密的 是直接跟国家安全相关的 他无论如何 他的国家 已经在这个问题上 在此之前已经合作过了 所以现在不需要合作 建立起来的合作 涉及到一项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资讯共赏的协议 那欧洲司法组织 在他网站讲说 这样的共享协议 确保各方之间 为了进行刑事调查 而达成的法律协议 所以瑞典是拒绝 这一项法论协议跟责任 而拒绝跟欧盟合作 进行独立调查 而独立调查 是为了自己的安全 我问你为什么 所以这是很有趣的 那谁诈 疯了 疯子 没跟你说吗 说毫无遮掩 他在天安门广场拉的屎 广场拉完屎 连屁股都无擦 因为他没穿裤衩 然后说那是什么 谁知道那是什么 谁拉的 你问我 我怎么知道 全是这个财 今天是这个 他说你用大便 因为这些人 就是这样的东西 如果你把它称为人的话 因为人是有道德的 他已经没有任何所谓的道德 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 但是一关处处 真的 早些时候 德国明镜周刊 明镜周刊很有名 引用安全圈表示说 瑞典认为自身调查结果 敏感性太高 无法跟其他国家分享 而德国的ARD公司 拥有新闻入口网站 星期五昨天说 德国瑞典丹麦 最初想合作这件事情 但现在不可能 那瑞典为什么跟丹麦都不能说 跟德国都不能说 我就说 我反过来讲 如果是普京炸 他们义愤天勇 才靠 对不对 我看我节目有时候过来 还说 陶哥 别的事都非常聪明 就这件事傻 我磨磨鼻涕就不 对不对 傻的留鼻涕 丹麦最终反对联合调查 最终也反对联合调查的想法 他补充说 三个国家进行各自的独立调查 而瑞典的总统 而瑞典总理否定了 说我们正在合作 那他不能这么说 为什么独立调查 相互不信任 欧盟不信任 北约不信任 最不该信任的是美国 否则他为什么要独立调查 同仇气开 谁不明白 争议很清楚 对不对 自由很清楚 公平很清楚 产无人道很清楚 是不是 在我底下还流言呢 很多善良的朋友 你们就像被傻瓜一样 就任意踢着 你连个傻瓜的球都不算 是因为你自己跟着跑 没有生命的基础 就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 在今天的环境 过去不是 在今天的环境 因为今天的环境 就像我说的 我为什么举大鸡跟狐狸的故事 就是他 他现在是这个 很多人他不是人 所以你老说他神经失常啦 疯啦 不是的 他就这么回事 就像我昨天解释的 两个全球气候 那时候夫妇俩 他说 我看是俩女的 那我不知道人是不是同情恋 还好他拿的 他拿的是这个 这个番茄汁 番茄酱 泼的这个 那谁的 梵高的 向尔葵 在英国发生 那当然他有进框了 所以对画作没有太多的影响 那个保护框稍微受点损 那无所谓了 但是我觉得很荒谬 对不对 然后他发表了整个的言论 说有多少人在饿死啦 有多少人这个啦 有多少人那个啦 看到的都是为了全世界人民 为了全世界人民 跟当初毛泽东的说法 跟现在今天左派说法 都是完全一样 对吧 为人民服务在中南海那儿 对不对 打针是为了救死扶伤 是吧 是因为他挣钱挣多 欧洲 欧盟已经启动了对辉瑞疫苗的调查 这个故事都是我们 我们在节目中讨论 一开始讨论 全是跟很多人都 大多数人不一样的观点 随便你了 你爱怎么看怎么看 三个国家都拒绝允许 俄罗斯参加 那而莫斯科就把 召唤他们的大使 明确表示 你不让我参加 你的结果我不接受 斯德哥尔摩罗也不会跟莫斯科分享起结果 但莫斯科的他讲法是非常明确的 谁炸 发生了在丹麦 叫波罗赫岛附近 发生的水下爆炸 一号二号被炸 没有任何人对这件事情承担责任 普京说 美国是真正的受益者 人们可以迫使从美国向欧洲大陆 大规模的使用 液化天然气 布林肯明确讲 这是真正的机会 这就是我说的 没有什么道德不道德 酷衩不酷衩 没有 都是光不留球的 这是反祖啊 为什么 进化论啊 是不是 进化论穿衣服 穿衣服是障碍 进化论是这 了解